随着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缓和 香港中学、小学及幼稚园将分两个阶段恢复面授课堂 首阶段由9月23日起 中学一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小学一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及幼儿班、高班可恢复面授课堂 第二阶段为9月29日起 中学二年级至四年级、小学二年级至四年级 及幼稚园、低班和幼儿班恢复面授课堂 香港的中小学通常是早上8时正式上课 9月23日早上7时 在九龙堂乡岛中学 从全港各区赶来的学生 竟然有序地排队进入学校 入校前需要在门口用酒精搓手液消毒 学生们宅在家里多个月 均兴奋地表示 终于可以上学了 可以和同学们见面了 他们认为课堂上的互动比网上教学好 我觉得挺好 可以回学 我觉得面秀上课比网课好 因为老师可以现场讲解 因为有很多影响 有手机之类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课 所以很开心 因为我第一日上学 第一日面对中学 可以参加更多兴奋地去做 是的 我很想上学 对于学校的防疫措施 受访学生普遍认为非常全面 上课进去前要求喷酒精 用搓手液 课堂内座位也有隔开 有学生家长表示 停课多日中见曙光 认为回校上课 交往科尔研更有助于孩子的血液 我想都停学停了这么久 应该疫情相对稳定一些 应该上学的 事实上也都需要上学 因为如果无限期拖下去 或者只是网上受货 其实对学生或者对家长 都不一定是那么好 因为家长也都要 在家里照顾小朋友的话 也都影响到他们上班的事 每一间学校都不同 大问题我相信 学校应该都做足 他们应该要做防疫措施 谢谢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